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習慣 令自己即使正餐吃很多東西都不會變得很肥 大家看我的影片多都知道我是小小子 我只有153cm 所以如果我很肥的話,就會變成一個吹脹氣球或者一個薯仔 現在我的體重大約是96磅 最輕的時候是90磅 最重的時候是110幾磅 如果你說減肥的心得 我自己就是恨心和耐性 我曾經試過兩個月之內沒有18至20磅 純粹是留在家吃飯 晚餐和晚上都是吃一碗菜一碗肉 那碗肉就完全不用任何調味料 只用鹽去炒和煎 還有一碗飯 中間不吃其他東西 只喝水 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減肥效果 減肥我覺得真的不難 但是反彈是更加容易的 如果你躲在家吃完東西之後 再出去吃東西 其實體重很容易就會反彈到之前的體重 我上個星期是打了兩次Bino 燒了一次食物和吃了一次放題 都不會反彈變回一個很重的體重 第一個習慣就是最容易做的 就是一起來什麼都不做 就是出去喝一大杯的暖水 暖水會比起口腔的溫度再高一點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到熱水的 因為喝太熱的水 而且胸肚是很容易胃潰瘍的 所以喝點暖水就夠了 這個程序除了可以補充你整晚睡覺 流失了的水分 第二還可以幫助排毒 因為胸肚喝這個暖水下去 你是感受到水從喉嚨到胃裡 之後很快就可以去廁所了 每一早做這個排毒的動作 我覺得都很健康 而第二就是 都跟喝的有關 我已經戒了凍飲都很久了 但是我不是神人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偷偷喝凍飲 例如喝酒 如果你說珍珠奶茶 我一個月最多喝三分一杯 通常真的很想喝很想喝的時候 我都會買一杯 然後喝幾口就給我男朋友 叫他幫我喝 那你說出去茶餐廳的時候 那我會喝什麼呢 熱檸水 還有 是熱華甜的 兩樣東西都不會加糖 但是我也是很少喝的 通常有叫麗湯 我也是喝麗湯 那除了飲品之外 其實雪糕和冷的甜品 我已經完全戒了一年半左右 因為不知道關不關我的體質 是寒底事 那我中醫就跟我說 不要吃一些生眼東西 不要喝一些冷的東西 吃一些冷的東西 要不然我身體就沒有一個熱能 可以去做一些正常的運作機能 所以就很容易積聚一些毒素 積聚一些水腫 就會沒有那麼健康 所以我就真的戒了 沙律都沒有吃 所以我是沒有吃沙律減肥 或者吃了很多東西之後 然後這一餐吃沙律這回事 我是沒有的 我是大魚大肉的人 然後第三樣東西 都是關身體的溫度 那就是浸浴 那我自己一個星期會浸 兩次至三次浴 那因為浸浴的時候 你身體內的所有毛孔 都會擴張 可以排汗、排毒 那就是一個好好的習慣 你說家裡如果沒有浴缸怎麼辦 我家裡也沒有浴缸 那我也是在淘寶那裏 塗了一個浴缸回去 那我就去浸了 而我自己浸浴的溫度 都挺高的 夏天我是浸大約42度 冬天我是浸到44、45度 那總之就是一個 令到自己浸浴大約10分鐘左右 已經開始飆汗的程度 就已經很好了 而且浸這麼熱的水 其實就不會建議大家浸很久 那我最多都是浸20分鐘 那我就會加些死海鹽 那因為是自己皮膚的問題 那如果你有皮膚本身沒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加不同的浸浴鹽 浸浴劑 那其實過程都挺放鬆的 那但是呢 我自己就有一個怪癖 我就是不喜歡 亦都不建議在浸浴的時候 敷面膜的 坊間是很多人都說 你浸浴的時候 因為毛孔擴張 你敷面膜會容易吸收的 那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你毛孔擴張 流汗應該是排毒的時候 就不要把面膜上去 等你浸完肉 那些汗流完之後 我才會去敷面膜 讓它吸收得最好的自己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小小的心得 然後第四呢 我相信今天所說的事情 對於大家來說最難做的 但是在我身上 就是一件輕言易舉的事情 就是不吃零食 我在正餐和正餐中間 基本上是很少吃東西的 一來我正餐是吃得很豐富 我是可以自己一個人KO一碟碟頭飯的 所以在正餐和正餐中間 其實我是沒有一個肚餓的時候 而且我是不懂得口癢的 就是你一直在做事很專心的時候 有些人讀書的時候 一定要吃點東西咬著點東西 但是在我身上這件事 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其實不吃零食 真的健康很多 就算你們在我面前開一包薯片 可能真的很想試 或者有一點餓的時候 我會吃一塊起兩塊子 但是不懂得自己走去開一包薯片 然後吃光的人來的 其實只要戒到零食這一部分 我想大家的體重都很容易維持到 然後第五 就是散步 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的人 是很少有這個習慣 大家好像吃完飯之後 就躺在沙發看電視 就一晚了 當然散步對我來說是非常容易的事 因為我晚上都要去放狗 所以基本上我晚上都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不停地動 跑一下 又不說那些很激烈的跑步 總之就是散步 追一隻狗 但是如果沒有狗的話 我現在經常都會跟我男朋友 外出吃完飯之後 就一直走 到處走 走一個多小時 走一下公園 海旁 不要說到自己這麼清高 走一下上場也會的 總之就是一直走 不要馬上吃完飯 坐下再吃甜品 然後坐車 然後回家 那多些動動 其實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其實不只是對體重 而是對身體 所有東西都是很好的 因為很多人 其實有訊息過我 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也不算很肥 有什麼心得 動多些 很多人回答我 就說我真的不想動 我就幫不到你 我真的覺得 吃完飯 下街散步 是一件身心都很舒暢的事 除了你說動動 對於身體減肥 或者維持體重有益之外 你可以整天工作 或者上學 的心思 很多東西很實 那你散步 放空一下 放鬆一下 其實是 心靈上 都是一件很好的幫助 所以養成一個 反後散步 這個習慣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 好了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這些 是不是有些廢話呢 其實我自己 真的是 吃很多東西的人 不是那種吃很多零食 不停吃東西的人 但是 是一個女生來講 或者以我身形的女生來講 我不是那些 一雀仔餵食一口就飽的人 我是可以自己吃到 一大碟的揚州炒飯 的女生來的 所以 維持體重 都是靠一些 生活上的習慣 去養成去做的 希望也對大家有些幫助 因為也有很多人問我 究竟我是怎樣 吃那麼多東西 經常出去吃飯 我一個星期 只有一兩天 是留在家吃飯的 現在 都可以保持這個身形 所以就拍了這條片 去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 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